哈喽大家好我是冠雨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的是 2023选手大会首轮中断前夕预测 那么是说错的 第一番还请大家指正的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2023届选手大会 目前乐透抽签的结果是还没有出来 这个部分是要等到美国时间 2023年5月16日 东部时间8点往上 但是首轮中断到末段 这个是已经确定了 因此本期影片我们会先来聊 首轮中断签位的选手思路 之后看看有时间再做一部影片聊首轮末段 甚至乐透抽签 顺位确定以后也可以来聊聊 这样除了是可以让球迷们了解一些球队目前的状况 同时相信首轮中末段的预测 也可以让球迷多认识一些不常被提及的待选新秀 毕竟本届选手大会 除了Victor & Van Yama Scoot Henderson Thompson双胞胎这些所谓的媒体宠儿 其实还有很多非常好的球员同样也值得关注 而且首轮中断 也就是首轮第15顺位到第22顺位 其实这里边的球队都可以算是中神战力的球队 即使不属于这个区间 但坦白讲球队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而解决方式除了是可以透过补强或是交易 其实选手大会也可以是一个方式 毕竟前卫在这个区间 球队是没有办法拿到那种顶级上限的待选新秀了 但也还会有一些高上限新秀在这个区间可以捡到 然而肯定是有一些什么问题的 否则也不一定要到乐透以外 又或是直接干脆选集战力来帮助球队 毕竟是乐透以外 所以集战力的部分肯定还是能找到不少算是好用的人选 那么首轮中段千玉的顺序分别是老鹰队第15顺位 爵士队首次的第16顺位会狼队选修签 忽人队第17顺位 热火队第18顺位 金州勇是第19顺位 火箭首次的第20顺位快艇选修签 狼王首次的第21顺位太阳选修签 以及自家的第22顺位选修签 那我们先来看看第15顺位 这个千玉是老鹰队所持有的 本届选修大会 老鹰队只要往替补空或是禁区来做选择 那么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不管是小前锋或是大前锋 其实老鹰队要么就是已经有合格守法的战力 要么就是手上已经有能用 且还有开发空间的人选了 那么本届选修大会考虑禁区权相对不多 而且这个千玉老实讲替补空是有非常多好的人选 因此预测老鹰队本届首轮第15顺位 没意外应该会用来选击一名后场球员 人选纪录可能会是和许多模拟选修中预测一样的 也就是兼具一定的极战力 并且同样也还有开发空间这样类型的待选新秀 Jalen Hushfino本季在大学场 占能有13.5分4.1篮板3.7助攻 同时放手段能有0.8超球 本季打完以后确定将投入选秀 走的是1M单路径 这名空域身高66 体重213磅 能有非常好的身体条件能在NBA层级生存并且对抗 Jalen Hushfino最耀眼的 绝对是他的中距离能力 但他是怎么能够每次都到自己最于擅长的中距离投射点 其中的多变性 运球能力甚至到球伤 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另外Jalen Hushfino的传输能力相当出众 在1级后长却为进攻发动点的老鹰队 他同时也具备作为进攻体系中发动者这样的属性和基本技巧 也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媒体看好 他能立刻融入进一老鹰队的体系当中 再来就是防守能力 目前看着他是非常好的结合了身体条件和防守技巧 这个部分在上来NBA以后估计是没有转换的问题 而要打出大家预期的三级得分能力 甚至更好的作为进攻体系中的发动者 或是稳定性都要进步 尤其在大学作为后场球员技能有33.3%的三分命中率 而假如来到老鹰队 那么Jalen Hushfino大概率会是带领恶增这样的定位 基本上预期会和吹样错开使用 其实是吹样时代开启后 老鹰队在替补控这个部分一直都是有缺口的 主油不是持出点 而是替补控球 一个可以为自己以及队友制造得分机会的球员 那当然不一定非得错开使用 以他的身材也同样可以放在吹样或是Digente Murray身边来搭档后场 甚至届时老鹰队要上三后位阵容也同样有机会 毫无疑问 老鹰队的后场核心目前绝对是吹样和Digente Murray 吹样的部分合约是签到26-27赛季 但即使如此 老鹰队如果接下来这几年都一直没有办法交出表现 会不会有想交易走吹样的想法就很难说了 而假如玄境Jalen Hushfino 不敢说他能顶上吹样的位置 但起码老鹰队是更有条件感去思考这条路径 又或是Digente Murray 他的合约将在23-20赛季打完以后成为完全自由球员 如果中间在存签或是延长合约的部分谈不拢 起码也有Jalen Hushfino可以顶上后场的空缺 所以不管是球迪自容的需求 球迪处境 甚至到球员适信 真的非常适合老鹰队 相信这样球迷也会明白为什么 这么多模拟选秀都预测老鹰队将在第15季位选为Jalen Hushfino 来到第16季位选秀签 这个本应该是会狼队的选秀签 但在Rudy狗贝的交易案中 作为天头送到了爵士队 这个签位老实讲 我个人觉得爵士队应该会用来选风险战力 毕竟乐透签应该还是会看后场球员 而第16季位应该会将目光聚焦在那种完成度偏低 属于高上线的球员 基本上就是拼天赋的意思了 而本届选秀大会中 极有可能被爵士队在索隆第16季位选中的新秀 人选软眼Rupert以及Biller Colobili 但这里我个人会更倾向爵士队选入Biller Colobili 爵士队本季进入重建第一季 因为Laurie Markkanen亮眼的表现 使得爵士队目前看来要重返季后赛并不是一件特别遥远的事情了 但考虑爵士队是彻底打掉重建 为的就是摆脱过去打的经济后赛 可始终走不远的处境 因此他们就势必需要在Laurie Markkanen身边围绕同样等级的天赋 甚至比他更好的 这样的处境下 尤其风险极高的Biller Colobili 完全是爵士队可以赌一赌的人选 Biller Colobili是Victoria版 在发展联赛大度会92队的队友 作为小前锋除了是拥有精人的运动能力 同时68身高加上72的B站 同样也是非常好的身体条件 甚至讲真的 如果在联合视讯表现好点 Biller Colobili能不能等到第16孙位被绝识对选中都是一个唯一之数 那么这名代选新秀 他目前确定能转化上NBA的能力就是空切 他对于场上空间的感觉 甚至找空切实际的洞察力是非常优秀的 空切也是NBA中目前要生存很重要的一项技能 然而除了空切以外 貌似也没有多少技能是能马上转化上NBA的 他的运求能力还有非常多需要进步的地方 投射机制虽然没有问题 然而假如要作为3D而言 他的输手速度是需要加快一点 但是爵士队选入他 也不需要他马上有所贡献 是可以寄予时间去慢慢练 毕竟同一只能用的人选还有Orchid Ablaji和THT 换句话说 以上两人目前所能补上的战力缺陷 将于使得他整个养成的耐心大大提升 而假如养出来 点击的运动能力 由潜力成为高质量3D 甚至自行创造投射空间有成长的机会和潜力 确实非常值得让爵士队在首轮第16孙位 赌一赌的一名大选新秀 接着第17孙位 老实讲当我们看到是胡人队所持有的 那么大概率最终是会用来交易走换回来集赞力 但本届选取大会之所以会有不同的情况 是因为新的CBA老子协议下 超射死虽限1750万美元的球队 没有资格使用迷你中产合同 尤其本季在一种主力群员还约以后 老实讲胡人队大概率也会符合这个区间 因此这枚第17孙位选取千角如妥善使用 是可以给球队带来不少帮助的 而这里推荐的人选 就是Kiden Murray的兄弟Chris Murray 胡人队本届选取大会如果所轮切没有交易掉 那么重点就是选入一个可以在下个赛季 马上能贡献的球员 毕竟胡人队是没有需要走阳层路线来兼队的球队 大厨师加上洛杉矶的闪光灯是非常容易吸引球星加盟的 所以本届选取大会 选入同样和他兄弟一样是大零星秀的Chris Murray 就是蛮不错的选择 而且我觉得假如能选进Chris Murray 那么胡人球迷应该也会蛮喜欢他的球风 就有点过去考Kuzma的感觉 Chris Murray本届的大学场却能有21分8.5篮板 放手能有1.2封盖 从测试数据中 大家就能明白他将会是一名在攻防两端能提供帮助的测移球员 虽然本届家艾瓦大学作为延展型4号位使用 但上到MB以后 他是可以打3号和4号位 当然 肯定有球迷会觉得Chris Murray并没有顶级的外线能力 但我个人觉得36.3%同样也还是合格范围 并且他的投射能力相当有机会在来到MB以后进一步 或是有些球迷会觉得Chris Murray在侧翼位置上没有很好的运动能力 但我觉得胡人队也没有需要他有多么离谱的运动能力 因为在攻防两端所能提供给胡人队的相当扎实 并且也符合到胡人队所需要的激战力需求 然后就是第18顺位 这个前位是由热火队所私有的 和胡人队相反 我个人会更希望并且相信热火队必须激战力 应该会往平潜离这个思路去参与2023年选手大会 我们都知道热火队目前阵容的缺陷是在4号位 要解决这个问题 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就是少来一名内线 让Bam Adebayo去打4号位 不过是觉得热火队应该是没有这个打算 因此第二种做法就显得可能性更高 那就是少来4号位的方案 2023届中符合着一个顺利的人选和热火队的需求 就是Noir Clowney Noir Clowney给大家一个比较粗略的概念 就是类似于Jerrivan de Bill这样功能的球员 身高6.9 体重205磅 Noir Clowney比起激战力 更像是那种需要养成的球员类型 热火队过去都一直是贯彻铁血防守的一支球队 而雪若Noir Clowney 尤其他的长臂展示可以给热火队 在切断对手传出路径上提供很大的帮助 同时也展现了不少拿捏封盖实际准确的回合 以他的身材 甚至于说要扛到小厨5号位都是可以的 虽然这个机会在热火队相对不大 但这也是有前提的 那就是他首先需要征重 本期在大学就已经能发现 当他遇上大客子球员 防守的部分是守得相当辛苦 另外就是他有时有一些过于赌博式的封盖 老实讲赔上犯规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 但好在这些都是能在进入NBA以后 却得到改善的 比如过多赌博式的封盖 也会随着比赛经验的积累 慢慢得以修正 反倒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会是他的法球 其实Noir Clowney是有一手不差的三分能力 至少以他这个身材而言确实很不可思议 这让他在挡菜以后不一定要顺下 也可以选择外切 会让整个进攻更具多元性 难道他的罚球倘若没有办法进步 那么在关键时刻是否能将其摆上场呢 甚至说他是否会因为罚球的能力缺陷 竟然导致他没有办法锁定足够的轮替时间呢 毕竟上一个不怎么会投罚球的球员 现在 我之所以会有热火队选Lunard Clowney的想法 除了是补上阵容4号位的缺口 同时也可以在防守端帮忙分担一些Ban Madevaiu的压力 不管是进攻位或是防守的部分 起码可以不用每个篮板都要Ban Madevaiu去抢 不需要每场比赛每个回合一直去帮忙提供协方 不需要每个回合都要他上去帮忙设挡猜 虽然Nord Clowney并没有很被看好成为一名球星 但如果仰素来绝对会是轮替中很重要的角色球员 甚至具备所发的能力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很不实际 或是不认识 听都没有听过Nord Clowney 但这更多是因为他处在一支非常有天赋的球队 并且还要和本届选球大会的前三属于热门人选Brandon Miller搭配 在处地中的角色自然是少很多 因为确实他就不是厂商的第一选择 但如果热火队愿意给予一些信心和耐心 其实第18孙位投资Nord Clowney会是相当值得的一项选择 来到第19孙位 是新州勇士队所持有的牵位 那么勇士队在修赛期所要解决的问题 已经面对的引游世俗不少 比如中管Bob Myers的去留 Dramon Green荷叶去留的问题 Donate DiVincenzo是否会留下 Jonathan肯明敢想要更为稳定的上场时间 否则寻求交易 以上都还是较为表面的部分 加上团队新资同仁也在新CBA老子 写一下是没有了迷你中产合同的方案 确实本届选择大会所轮第19孙位选择签 个人觉得对勇士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我觉得只要以上哪一项问题所带来的变动 将会直接影响勇士队2023年选择大会的选择思路 比如说 这里举例说明中的忐恐敏感真的选择交易 那么勇士队这有可能因此在选择大会 往侧翼的方向去做选择 若是Jonathan Green的离开 会不会迫使勇士队往4号和5号位的潜力去做选择 甚至勇士会不会再选入一名后场球员呢 因此相信这么说一下 球迷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那么假设一切都往正常预期的情况走下去 也就是所有人都没有离开 只有Dante DiVincenzo 又能跳出合约选举更大的合同 那么勇士队我其实还会蛮希望他们往侧翼上去做选择 毕竟找一个未来能接班Juan Green角色的球员 是勇士队在未来相对需要担心的问题 而且球队的后场人选也非常多了 而本届选手大会中 其实不妨可以尝试选入Lennar Miller来培养一下 Lennar Miller从他的比赛中能发现 他是有非常大的防守覆盖能力 并且能打手递手 甚至还有不差的空间能力 更重要的是 他有着抢下防守篮板以后马上执行推进的能力 大家不觉得这么看起来 他的场出将会非常适合勇士吗 当然我不敢说他能马上当下Dreaming Green在勇士体系中的工作 但至少是有能期待的空间 并与此同时他未来所能开发出来的方向也是无限的 不如可能可以开发成更快版本 类似考验的神那种处风的处员 又或是成长之最高的可能性 比如类似于字母跟那种处员类型 也就是可塑性相当高 即使目前而言他最大的问题是投射能力 但我个人是非常看好未来有机会调整上来 因为他的手感能看出来是很好的 然而出手姿势和整个机制是有一些问题需要修正 总的来讲 一所论第19顺位 勇士队确实可以认真考虑看看Lennar Miller 来到第20顺位 虽然是快艇的选修签 但今年是有火箭队所持有的 假设这个签位 我会非常希望火箭队可以看名替补中锋 毕竟高速率选修签 除非能选到Victorman班亚马拉 否则应该是选后场为主 尤其重点应该会是 Bizet Squid Henderson以及Armand Thompson 那么假设火箭队已经用高速率选修签选了后场 那么20顺位是可以看一下Derek Lively 火箭队自从舰以来防守一直都是被诟病的地方 虽然两名后场居然防守能力的平弱是主因 但近距防守战力不足也是因素之一 不管是Alpen选棍错快使用 或是同时使用 选入一个防守能力强悍的Derek Lively 甚至目前被比作是Victorman班亚马以外最好的虎框者 毕竟Bizan78 是可以给火箭队23-24赛季的防守带来帮助了 但究竟要怎么用Alpen选棍和Derek Lively 我觉得这要从进攻端的调度思考 也真是Derek Lively最大的问题 于目前而言 最可靠的进攻手段是吃饼终结 这个再来到火箭队 希望是能有Squad Henderson或是Armand Thompson啦 否则还是KPJ控球那基本上就等同是一项没有办法用到的技能 和联盟中年轻进去全不同 大部分年轻进去之所以没有办法站稳轮体 多半都是防守问题 但Derek Lively则是恰恰相反 问题出在进攻端 当然不排除有可能可以打成像是本期WalkerCastler这样类型的处风 毕竟目前火箭队的前场战力和本期的爵士队是有不少相似的元素 但确实还是那一句话 除非火箭真的有一个稳定的Playmaker 否则Derek Lively真的来到火箭除了防守以外 进攻端将会完全成为累赘 再不然还有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让Alpen选棍打上高位 然后Derek Lively打地位去配合 那种高地位调除配合真的会非常好看 而且火箭队在换了总教练以后 相信一母多卡是会发现到Alpen选棍的高位侧营能力 是可以用来作为一套体系的起手点的 但这里需要再强调一点 那就是Derek Lively的伤兵隐忧 本期虽然长均20.9分钟能有2.4封改 但这是在因三半季各种伤兵频繁缺席的情况下所交出的 不是要说它的数据没有办法参考 然而伤兵一律或许会是火箭队选轮 这名大哥子圈所需要思考的一点 但不管怎么说 第20数位选进Derek Lively也不会溃到哪里去 虽然我觉得拖荒者会蛮想要证明 进去代选新旧主使了 大来就是狼王第21数位和第22数位的选手签 其中第21数位是太阳队的选手签 22数位则是自家所轮签 那么这两个签位反正都是狼王的 随签随后我是觉得没差啦 狼王所持这两个签位 个人觉得可以选入James Naji和Derek Whitehead 我们先来讲James Naji的部分 虽然狼王进去是有着非常好的防守型中锋 Nikolas Claxton 然而他的身材偏瘦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这也导致在东区一旦对到像是Joyan Bid这种中型中锋 狼王队每次都需要靠斜方来逼迫Joyan Bid把球交出去 也就是这样的防守策略 因为进去劣势进而导致相当被动 同理也可以探望到勇士队 而假如可以选入James Naji 证明气质身高250磅体重的中锋 至少会逼其你Claxton有更多本钱 去和联盟中的中型中锋对抗 所以他来到NBA以后 预期需要很长时间来去适应比赛强度 并且预言障碍也有可能会是隐患之一 毕竟他从小出生在乃及利亚 然后自2020年就去到CBR打球资金 所以是否能有流畅的沟通 这一点也有可能是隐游之一 但不管怎么说 在过渡期间我们可以预期 他将会打相当多的体能球 简单来讲 进攻段大多会和你Claxton打出差不多的内容 但防守端 除了是有身材 其实也能发现到James Naji 非常快的脚步以及腰部以下的灵活度 使得他非常有可能再来到NBA以后 长时间只行换防 再来就是Derek Whitehead 只要狼王队的总教练还是Jack Vaughn 那么基本上狼王队的外线进攻 肯定还会是主轴 而且这样的情况下 切入Derek Whitehead是一个完全可行的方案 由于有着较为强壮的身体 Derek Whitehead基本上去到NBA保底 会是一名很好用的3D 那么既然保底都已经有堪用的3D能力 那为什么还会掉到索隆中段 甚至可能末端才被选走呢 这是因为他的右脚丧失 导致他的切入能力没有像过去那么亮眼了 但这里必须要强调 他并不是完全不能切入 而是破坏力相对过去没有那么大了 但来到狼王以后 其实球队总是没有一个 很好能撕裂扰篮对手防线的球员 可能Ken Thomas而已吧 但也更多偏向投资出手 所以选入Derek Whitehead 是可以读一读他究竟能不能找回过去切入的身手 毕竟狼王队所能提供的切入空间算是蛮多的 即使不行 那么他的外线能力和传输能力 也可以给狼王队提供帮助 并且符合到他们的进攻主轴 尤其当我们考虑到本级球赛期 Safkari和D甲三分保护度极高的Yuta Watanabe 将会成为自由球员 Kem Johnson也会成为受限制自由球员 另外就是2024夏天 更多具备许准值上外线能力的球员 也将投入到自由市场 Ril Spencer De Windy Kem Thomas Patty Mills Royce O'Neill和Joe Harris 所以选入Derek Whitehead 真的是狼王队可以认真想一想的选手思路 那么讲到受伤导致身价下跌的Derek Whitehead 就也要稍微提一下Nix Smith Jr 目前模拟选秀中 有的模拟选秀把他排在了乐透末段 也有的把他排在了手轮末段 基本上整个相隔的区间是非常大的 要知道基础他可是前五孙一的热门人选 却因为丧失并且找不回比赛状态 进而导致身价下滑得如此严重 他的球风是偏得分优先 类似Jama Murray那种感觉 基本上我个人的看法 将Nix Smith Jr.掉出乐透 应该会有手轮中断的球队 放弃选秀思路直接选入他 然后后续带来连锁效应的影响 如果到时候火箭队会不会选入他 然后放弃Dairy Life里 进而时的浪王队有机会选入他 甚至第23孙一的拖荒者 又或是因此拿名全让出力 在比预期低的孙一选到等等 这就是选秀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好的那么关于2023选秀 大会手轮中断前夕预测 大致整理了就这么多了 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看法呢 大家手轮中断的预测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聊 请问我知道你们的想法 另外喜欢本期影片 不妨点下超级感谢支持我呀 本期影片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